Lite 要留一點遊客耶 嗯 來德國 德國八年了 八年了 Hi 大家好 我是Elaine 大家好 我是Sebestian 我們現在人又在德塞特幅了 Dusseldorf 對 又來Dusseldorf 因為我們今天特別來這裡喝珍珠奶茶 喔 很好 我很期待 因為我前幾天在網路上發現 這裡有一間台灣人開的珍珠奶茶 所以我就很想要來喝喝看 而且聽說他們生意非常的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間店的名字 Teammates 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名字 就是喝茶的夥伴 那我們快一點進去了 好 走吧 這好酷喔 對 這是吸管耶 這很酷的 哇 酷 幫大家看一下他們這邊有什麼飲料 然後現在最近台灣很酷的 黑糖重奶他們這邊也有 嗨 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點好我們所有的飲料了 我們這次很瘋狂一次點了五杯 因為我們想要試喝看看 這裡的茶跟台灣的茶店 到底喝起來有沒有不一樣 我非常期待喝 對 開始來開箱 好 我覺得可以先喝珍珠奶茶 因為珍珠奶茶是最代表台灣的飲料 我覺得 然後我們珍珠奶茶有馬爾點了兩種 一種是一般的 然後一種是烏龍珍奶 那我們先喝看看一般的珍奶 怎麼樣 好 然後後面這裡也會有貼標籤 因為他們這邊的糖跟冰都是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多少量的 我們這次選的都是半糖小冰 在德國我們有很少這樣的店 所以德國人可以選那個甜度什麼的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有一點特別 因為這是台灣人開的 所以他們特別就是會讓客人可以選這個甜度跟冰塊 好 好 現在來試看看珍奶 你先好了 好 OK 這是珍珠奶茶 對 一般的 不要喝太多 還有很多 我怕你喝不下 好喝 跟台灣的一樣嗎 一樣 真的好喝 他們珍珠好像比較硬一點 沒有嗎 我覺得比較硬一點點 但還是Q的 然後我剛剛有跟他們店裡面的人聊 他們說就是這邊的茶葉 他所有的原物料都是從台灣來的 所以喝起來真的很有台灣的味道 我覺得蠻像五十蘭的味道 你不覺得嗎 對 一樣 五十蘭珍奶的味道 你說得對 真的比較QQ 比較硬 硬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他的半糖對我來講還是有點甜 你覺得呢 對 那我老公可以 但我覺得我還是覺得有點太甜了 在台灣你不會點半糖 在台灣你會點微糖 對 所以這個不一樣 這個對我還太甜了 沒半糖 所以你們來這邊的話 不喜歡喝太甜也可以選微糖 那我們現在來喝看看這個是烏龍奶茶 這個是店員推薦的 這個 可能比較像奶綠吧 有鮮 我喜歡 比較好 嗯 比較有味道 你會喜歡 因為這個不甜 我覺得這個比較清爽吧 嗯 Check it out Great team it Well done 嗯 這個好喝 難怪他要推薦這個 真的他講的沒錯 這個比一般的好喝 哇 今天這樣說得對 烏龍奶茶真的好喝 嗯 這個甜度我就可以接受 不會這麼甜 對 那下一個也是奶茶 蛤 這個對 這個是芋頭的奶茶 可以看一下 芋頭 這裡有嗎 有啊 下面這裡它是一個 新鮮的芋泥複打的一個奶茶 你看下面這個芋泥 我在台灣 在台灣很少喝芋頭茶 芋頭奶茶 芋頭奶茶 很少 可是你很常吃芋頭啊 你蠻喜歡吃芋頭的不是嗎 對 在火鍋 在火鍋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看 這個是什麼 啊對 這個 這個是這個 這個吸管很特別 這個是竹子做的吸管 就是一次性比較環保的那種 因為塑膠的話可能就是沒辦法溶解 會比較不環保 然後剛剛店長跟我講說 這個一次性的吸管 是他們跟當地也是在台灣 也是在德國的台灣人開的一個 竹子工廠吧 然後他們做的吸管 好這裡感覺都是台灣的感覺 對 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 可是我旁邊都是外國人 唯一的 你是外國人 唯一的不同 唯一的不同 他們是西方人 好那現在來喝看看這個芋頭奶茶 哇 那你吃得來喝嗎 我都會點那個芋香奶茶 就類似的東西 但這個是新鮮的 這應該要拿粗的吸管 因為它下面有這個芋泥 你先喝 好 有喝到芋頭嗎 嗯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覺得 德國人會覺得很奇怪 對德國人來說 因為你們很少吃芋頭吧 對 我們不知道芋頭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覺得 欸 裡面有什麼 這個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德國人完全不知道芋頭是什麼 我不知道 亞洲人來這邊可以點 像我就很喜歡 對啊 它這個不點耶 嗯 我覺得甜就一般珍奶甜而已 其他都還好 然後這個芋頭 它真的是新鮮的芋頭 不是像我之前喝的那種芋香奶茶 因為芋香奶茶可能是粉的那種 這是真的完全新鮮的芋頭 我覺得甜一點比較好喝 這個 這個對我來講剛好 對 對 所以你看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德國人跟台灣人的那個 口味的不同了 你們真的喝好甜喔 半糖已經OK了 好 那現在來喝一點清爽的 這個是水蜜桃綠茶 嗯 Good 嗯哼 要留一點給我喝欸 嗯 欸 好喝 有味道很好 可是我覺得對你來說可能太甜 嗯 欸我覺得還好 對 還好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微糖的話會更好 可是這個半糖我還是可以接受 嗯 然後吸管很好用 對它吸管不是那種會軟掉那種 它很堅固 這個好喝對不對 很清爽 嗯 然後媽媽也很喜歡喝茶 媽媽非常愛茶 台灣的茶 他說是世界上最好喝的茶 最後一杯我們點的這個顏色很可愛 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它是覆盆梅多多 那我們現在喝看看 覆盆梅多多 覆盆梅多多 嗯哼 覆盆梅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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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怎麼樣 很像在德國吃到的那個梅類優格的味道 很像優格的味道 很像優格的味道 對我來講 有點太甜 嗯 你也覺得甜嗎 有一點甜 對 這五杯裡面你最喜歡哪一種 嗯 我選兩個 我真的喜歡那個烏龍奶茶 然後這個 欸我也是耶 真的 那我們很配啊 對 有人留言說我們兩個口味常常一樣 哦真的 對是真的 哦那真的 我們Merry 哦對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結婚 哇 那我喝這個 那你喝這個 欸不要 這間店 我一進來就看超級多人了 現在下午好像三四點了吧 客人完全沒有斷過 剛剛店長跟我講說 假日的時候甚至外面要排到四十分鐘才喝得到 所以幸好平常日來 太棒了 Dustorp已經有兩個台灣餐廳 然後有一個 茶店 茶店 嗯 感覺 這是台灣 小台灣 小台灣 從一到十分 給他們評個分數 可以說 跟台灣一樣好喝 然後這個一定是十分 可是 沒有葡萄油綠茶 啊對 真的 好我們等一下要跟店長反映一下 為什麼沒有葡萄油綠茶 可是其實德國也蠻多葡萄油綠茶 我覺得他們真的可以 他們真的可以賣一下葡萄油綠茶 他們真的可以賣一下葡萄油綠茶 真的 真的 然後德國人也會喜歡 葡萄油綠茶 對 他們喜歡葡萄油綠茶 這個也不錯 好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這邊的價格 這個奶茶它的中杯是3歐 然後大杯的是3.5歐 那茶的部分它中杯是3.2 大杯3.7 以在德國的標準來說我覺得真的可以接受 好那就是以上我們適合開箱 我們覺得非常的好喝很推薦 很有台灣的感覺 對 在德國台灣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是最好喝的 好我們不需要評分了 你們自己看剩多少就知道哪一杯是最好喝的 對 偷偷看一下對面的德國人喝茶 沒有人喝珍珠奶茶 可能他們是中國人 OK好我現在跟對面的德國人借他們的飲料來拍 然後在德國他們有這種很特別的珍珠 就是它裡面是可能果汁 濃縮果汁做成的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珍珠 它裡面是有果汁 然後咬下去它是會爆漿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是在德國比較特別的 老公偷偷喝非我發現 這是重複使用的吸管 我剛看到了也是竹子做的嗎 竹子做的 很酷耶 我們得到一個禮物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說這是什麼 喔沒有 這是吸管 這是斑鼓 什麼叫 蛤還有竹子 竹子的吸管 對環保比較好 嗯 然後這個是可以洗 可以洗 哇 很好耶 感覺很好 這個很符合德國理念 因為德國是很環保的一個國家 沒錯 可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也有一個環保 對我們在台灣很講究環保 好 很棒的禮物 喔這邊有很多台灣的雜誌耶 嗯 Lavi也是 對 這是當地雜誌 這一區的雜誌 啊OK 然後你看這邊有台灣好行的宣傳單 對 然後這邊也有台北的 是旅遊書吧 然後這邊是一些新鮮的茶葉 我們有三種茶就是烏龍茶 然後紅茶 還有墨香綠茶 那我們之前其實一直在想說說 我們要怎麼去介紹 茶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也不想說那種很古老 就是一個全部都是漬的東西 這樣子很無聊 然後我們就是跟一個台南的一個茶畫家 那我們用蠻裡人畫的一個手法 像說烏龍茶的話 它就是法力不錯 它是一個烏龍老大的這樣的感覺 對 很童趣的一個感覺 對啊 這是明信片嗎 明信片 對就是更常我們都會放在店裡面 然後讓大家拿這樣子 這是免費可以索取的 好可愛喔 謝謝 這是伯爵紅茶 然後這個是 Princess Jasmine 而且還有德國的國籍 對就是 綠茶的一個小小的介紹 我覺得他們很棒就是 他們都會跟台灣的 可能像插畫家或是 對啊 像這個 像這個的話也是 就是這位一樣作者 一樣的插畫家 然後我只是把它拿過來 這好可愛喔 對啊 它其實畫的都很可愛 它這個插畫家 叫那個大宇人小宇宙 OK 對大宇人小宇宙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搜尋一下 對啊 居然還有漫畫 還有我們之前的雜誌 嗨大家 這是這間茶店的店長 我叫柏橋 然後他也是台灣人 台南人對不對 台南 一載金城武 然後他說他已經來德國 德國八年了 八年了 對 你一開始是Walking holiday來的嗎 嗯 所以你之後有想要留在台德國嗎 暫時啦 對 不是說永遠 台灣人還是想說要回去台灣 對 我有上網稍微搜尋一下你們資料 你們好像前身是 BOBOQ 對叫BOBOQ 然後之前好像開在德國開了一百多家分店對不對 差不多在2011的時候 那時候BOBOQ德國有109家 到了2012的時候 那時候媒體的標題還蠻熟 就是說就是那個包包珠 它裡面有儀式自來物 對 它其實我們後來送去 實驗室檢查是沒有的 只不過那一連串報導下來的話 德國的不只BOBOQ啦 像其他珍奶業的話 勝利好像在儀式之間有掉了七成 對 聽說好像都差不多都關掉了 對差不多都關掉了 後來到2014年的年尾才慢慢慢慢回升這樣 那直到2016年吧 因為那時候我們來到BOBOQ 我們是覺得說珍珠奶茶它的價值可以在提升 對 所以說我們就做了一連串的 乾脆想說換一個新的品牌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來這邊的德國人多 還是亞洲人比較多 我剛剛看客人一直進來 就是德國人 對 德國人站的七成左右 就你的觀察 你覺得德國人跟亞洲人喝的那個甜度啊 有什麼不一樣啊 德國人他們最喜歡點正常甜 蛤 對 我覺得半糖剛剛我喝了已經覺得蠻甜 可是我在台灣都喝滾糖 對 我們的半糖對於某些台灣人來講的話 還算有點太甜 哇 對 可是我老公很可以接受 對嘛 嗯嗯嗯嗯 因為他們外食其實都很 冰鹹你知道嗎 嗯 所以說可能我們在味道上面的話也會做一些調整 那你們有目前有做什麼宣傳嗎 之前因為石安德風暴 所以就是客人遞檢 後來又怎麼讓這些客人回流 其實我是覺得在德國啊 不像在台灣這樣子 就是一定要靠大量的媒體宣傳什麼的 那其實他們德國人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吃口碑行銷這款 很有介紹朋友這樣子 你們目前有 是有這間店嗎 還是你們有其他的分店 我們在 隔壁的Noise Noise IPAC Center 就是一個Shopping Mall裡面 還有另外一間分店 然後今年2019的5月 要在老城 嗯 嗯 在那邊再開第三間公園店吧 嗯 那目前有考慮在其他城市開嗎 其他城市其實我們一直希望去的是 城市是科隆 OK 對 科隆 Essen 還有Dotmont 喔YES 對 我們加盟好了 那柏林呢 柏林沒有考慮過嗎 戰線有點大太平 我們目前還不考慮 我們想說西邊先鞏固好再說吧 所以就是在北維洲這一區 嗯 在北維洲這邊 畢竟這邊人口是最多的嘛 嗯 然後你們這邊有跟一些台灣的公司做一些業業結合嗎 因為我剛剛跟你說這個西館你們就是跟台灣的公司 對 它這個是一個台灣媽媽吧 對 其實我有點忘了 因為這是我們前年去接洽的 因為他也是老公在這邊吧 那他就是希望給自己一個小孩比較好的未來 對 那可能就是說促進這個主席館吧 不過我是覺得說這個理念就是 就是理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有合作這樣 對啊 像我們TBs的話的理念也是說 把這個台灣的這個新的品茶的文化 就是把它介紹給更多人 對國人啊 這是跟亞洲人什麼東西 剛剛老公提醒我說 要我問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店裡沒有葡萄柚綠茶 好問題 對 他說葡萄柚綠茶這麼好喝的東西 怎麼可能沒有 對齁 你們也喜歡喝葡萄柚綠茶嗎 或者是你們覺得有什麼茶 是比較代表台灣你們很喜歡喝的 下次我們可以就是建議店長他們可以賣一下 OK 那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喝到很多好喝的茶 然後都訪問到店長 那今天影片應該就到這邊了吧 如果下次大家有來都市的葡萄柚綠茶 想念台灣的茶 如果是你住在德國想念台灣的茶 可以來這邊試試看他們的茶 非常好喝 但是記得不要加日來 可以加日來但是要排隊 對加日要排隊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我德國的生活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Cheers Cheers 字幕志愿者,鈴基 Cambodia